是跟着大家一块猜一下场上的局势 找找预言家什么的 好 切过去吧 逆选警长 上井玩家请亮红灯 除3号 5号 9号 其余玩家均在井上 现在时间48分请12号玩家开始发言 只是困了 我第一个发言 那我太仓促了 没有准备好 算了吧 我觉得我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我等一会再说吧 我觉得我现在没什么好说的 没有对比 也没有人跳预言家 然后我名身份也很一般 那我就过了 1号玩家请发言 我发言 那个 我是好人 我觉得4号人家可能带点身份吧 嗯 然后 然后 这个 别人没啥我也没怎么看 我感觉啊 5号人家可能这盘不像好人 感觉 纯感觉 嗯 然后 小女警里面 应该是得有叛徒 自己是谁 我还没找着 别人没什么了 我就过了 2号玩家请发言 我有一句说一句 那几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好 你看 4 5 6 9 你们这样就很容易 这样7号玩家很难做 你知道吗 嘉宾一个比一个少 对吧 刚才 反正我 我先坦白啊 所有的事情都是7号玩家教我的 因为你们第二局晚上 第二天晚上是看不到 看不到上地视角的 7号玩家 他说 他自刀 把警徽给我 那我说我推谁啊 他说你自己想办法 随便推 他说 我也不知道我推谁 这种主意你也想得出来 然后我不让他刀 他应该是想害你 因为你刚才那把你受all in的 是吗 所以他 抢上两神 他说他自刀 我也不理解 就熬到熬了半个小时 就在熬这个东西 别的东西 我只希望一件事情 那个4号玩家这一盘 我也不说你不能死 就正常死亡 就不要吃猎人或毒这种东西 就是好团团的 安静的正常处置就可以了 别的没事 伯伯你开心一点伯伯 你别不开心 我就看到你今天这件旗袍 反复很欢 红的绿的 红的绿的 加头刀 你把法都all in 真的是不对的 别的没有了 我先跳个身份 普通村民啊 我真的是普通村民 阿波 4号玩家请发言 我 我没别的 我这局也没什么身份 我为什么上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发现 前两句我不是被毒 就是被带 可能是因为我玩的不太好 然后呢 没有跟到大家的规则 跟速度 所以这局我跟速度了 我就上了 然后我现在退下去 我没有任何东西 我就上一下 让你们看一下 我 我 我没别的 6号玩家请发言 7号玩家查杀 请会留 验个2 验一个 验一个9吧 因为9号玩家在井下 那个3 5也在井下 对吧 12也在井下 12我就不验了 我没想到 我又是一张渔原家 所以我就 根本想都没想 我就把7号给开了 没想到这把 咱俩又是敌对阵营 我非常的 我觉得这把 我一定要努力 替我们好人扳回一把 就一定要让7号玩家 就死在台面上 7号玩家就是查杀 我就 警会留 随便留了 就是 哎我刚游的是谁来着 先验个2 对2号玩家 你就真的太过分了 你算把都这样了 还跟我说 我没骗你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就这种发言 我真的277 我就解了一下 但我觉得还是先开7 然后警会留 就压个2 压一个9 就这样吧 那个 我就过了 过了 7号玩家 请看 我验了20金水 然后 警会留 不是啊 那我现在 警会留 我就验谁 我验个 验个9吧 验个9 验个 验个 59 顺便验 我觉得5号玩家 这盘状态 好像有点低 我觉得5号玩家 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吧 我就先验个5 再验个9 这几个都是随便留的 6号玩家 那凌空抽射到本原家了 那说明景上多狼啊 那这个80 11 里边 可能就是 有他 就是比较多的狼同板 当然这些东西 也就是 就是 就是 得输啊 但是也可能不一定 因为6号玩家 可能就是拿着张狼人牌 想报复我 然后 再说上把 上把也不是我 找他要的紧 我自己非要给我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所以 我就 我就没办法啊 那那 那这盘6号玩家 汉跳了 那就 跳呗 好吧 他发言 反正刚才发言 也不是特别好 我相信警下的 这个各位也能站对边 我也就放心了 然后我就 我就 我为什么验2号 我觉得2号玩家 我拿原家之后 我觉得2号玩家 就很少站对边 因为我拿原家 实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验他 发达金水 他应该这份能站对边了 所以我就 就验2 但是 万一验个茶沙呢 我也舒服啊 反正就 验2怎么都有收益 所以我就验了2 那就没了 我那个警惠就验5和9 然后6号玩家 当然6号玩家 也有 有那么一点点小概率 是那个 那个炸身份 但是这就不盘 我觉得6号玩家 就是这种 报复性的那种 憨跳发茶沙 其他就没了 好吧 我就 我就过了 8号玩家 请发言 8号玩家 没太分清 没太分清的点是 这两个人聊的都很差 就是各有各的缺点 那6号牌缺点是 那上把都拿预言夹 怎么 这把还能拿预言夹 就是我不太相信的点 那7号牌 那更差了 原地起跳 在我们这个局里边 那原地起跳 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那我听完这个6号牌的发言 我没有分清 我还是 警下在所谓 反正我也没 没那个 投票的这个功能 那一定得看警下的这些人 你们的这个 站边了 然后我还得听听2的发言一会儿 还得再听听2的发言 因为7给2发金水嘛 那我要是听出来 2发言撩爆 因为2很容易撩爆嘛 男狼就很容易撩爆嘛 那我又发现 2确实撩得很有瑕疵 像是狼牌 那可能就 2吸双狼了嘛 对 所以说 再听一听嘛 现在我是没分清 别的没什么 我过了 10号玩家请看 1茶茶 孙雪宁还是强呀 这也太厉害了 7号小狼人 就给6号炸出来了 可以 你们要见证历史了 朋友们 那个 燕1号的新路历程 是感觉 组织老师配着回来了 连砍两把女巫 有点东西 这把不能再砍到女巫了吧 这把不可能站起来 有事双死 你就这么强 这期 好吧 一切两个狼啊 那井下留个五 因为我每一次拿一眼家 如果5号玩家是好人 就没有站队过一次遍 然后这次 验穿他 直接验穿你 好吧 不管你是不是好人 然后跟9号玩家 对一下话 1号玩家是我的茶沙 如果你站边我 你就要投一 如果你信一是好人呢 那你就跟7站边 好吧 几下还有谁 3号牛肝 牛肝感觉状态不是特别严肃 好吧 一直在狂吃 我觉得我拿一眼家 牛肝也经常站错边 但是一天只能验一个人 所以先验头嘴铁的 5号啊 然后3号玩家 看看票吧 别的没什么 2号玩家呀 人性的光辉 看看能不能闪烁一下 好吧 听听2号玩家 井下的发言 后这位还有11小 因为1号玩家 高这位反映 他是我的茶沙嘛 我很关注他的发言 他说飞天小女警里面 肯定是出叛徒了 自己拿张狼 点一下狼队友的可能性 不是很大吧 没听 12号发言不记得了 11号发言没听过 但是先聊不到他 8号玩家 想想站边吧 7号玩家说 80 11 哎对 7号玩家 在1号玩家 高这位发言之后 7号玩家 原地起跳 说井后这位多狼 还能把1点进去 发言说 清醒一点 这还不到10点呢 好吧 我就够了 我井会留 单牙井下的这张5 3号玩家 看看上票吧 9号玩家 看看 跟这个一夜 有没有一点小羁绊 2号玩家 天庭 锦下 人性光辉吧 我11号玩家 不站边 我就不行 好吧 我就过了 他不站边 我他要大天狼 我过了 11号玩家 请发言 这种边 这种边还要炸吗 肯定 师傅 玩家 高铁 冤家 这不简单的问题 天哪 天哪 这还需要站边 还没有发言 一查查 我就已经站边 只是刚才还没轮到我发言 今天就先把1号玩家走了 你看 哈哈哈哈 1号玩家 没法能 又出去了 1号玩家 7号玩家 那锦上点两郎 锦下再说呗 那其他郎大家也没发过言 不锦下还得投票吗 别的没有了 我就 我每轮锦上都起来 先站个边 然后锦下发个言 再投个票 这就我尊重底牌 别的小 别的事 等我看到有什么 能跟大家交流的 我再交流 好 过了 请让大家结束 吹水玩家 请你 请上玩家 有7号 10号 7位玩家 请在倒数后 闭眼投票 3 2 1 请投票 3号 5号 9号 投票给10号 10号玩家 3票 当选警长 外哥把警灯灭了 昨夜 双死 6号 昨夜双死 6号 1号 请6号玩家 先留一言 我晚上一看 我死了 我晚上一看 我死了 我立刻就把1给读了 为什么呢 今天 3把游戏 8把女巫中 手刀 1号玩家 8把 是狼人 我觉得1号玩家 这个配置 我太信任他了 所以我就 毫不忧 100亿给读了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7号玩家呢 就是可能是 看我输了 两把 就想 就做个顺水人情 送我赢一把 就顺势呢 就起跳了 告诉我 自己是个狼 然后别的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表情啊 刚才 16 双死 表情最不好的两位玩家是2号和5号 尤其是2号玩家 感觉那个瓜子吃的都感觉速度质慢了很多 然后呢 现在整个表情就感觉非常的紧绷 完全没有上两局的松弛 所以呢 2号玩家可能是 心里是有那么一些苦闷的 5号玩家呢 在我说完之后 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 也是表情比较凝重 其他的玩家没看出来 就这样吧 过来 1号玩家请留意 我建议你拍7次游戏结束 因为我是守卫 我守的4 然后 因为你看啊 不是 这无所谓 因为我是守卫 7就一定得出局以后 你们就肯定得 就基本交牌 我这刀有时准有时不准 你看比如刚才 我杀俩女巫 确实是我杀 这个废我还要自刀 对吧 这牛逼得吹了 但是我到那屋补位去了 我死了 被毒死了 去那屋补位去了 连砍两盘饮水冤家 与冤家查查我 我你妈自报了 对吧 这没招 所以呢 这没法弄 因为你看啊 现在是这样 咱们就指望什么呢 7号人家点了四郎 10号人家还能出局 且猎人还能藏得下 我守四很简单 因为我是守卫 4号人家呢 就说 那我如果有技能的话 是不是 一会我要不能发动 你告诉我 就跟法官说嘛 我觉得他至少得有技能吧 是什么无所谓 我先守了他 如果他中刀了 那预言家伙 那个猎人 奶死 奶死 那没办法 万一是女巫呢 是不是 所以说我就守的是 这四号人家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 你看昨天我说我是女巫 他是白痴 我们俩是女巫和白痴 你们不信 不信的原因是没有 就因为觉得我们俩流氓 对吧 我们俩就必须得死 必须得出局 可以没问题 那咱就一起游戏结束 只能是这样 对吧 我说的心理城 我说的很清楚了 我是守卫 我吃毒了 被女巫毒死了 不过也怪我 没找着你 我找着你 我守你了 然后守卫单死 你当然活着 羞愧不 所以没了吧 四要是猎人 你们就直接拍刀 七四就完了呗 四可能不是啊 没准不是人一眼的呢 对吧 那四没准狼 因为四号人家没吃刀 六吃的刀 所以说呢 四和十 五和十一 应该是差不太多吧 因为十一如果是好人的话 他很难游的回来 这也是这盘 你听七号人家 告诉你十一是不是好人 就完了 五和四是不是好人 就完了 反正目前我认为 十和十一是一伙的 然后五号人家 没有理由 就懵 如果他是好人 那是我打错了 那没办法 对吧 我觉得状态和之前不太一样 有点萎靡 可能是因为又戴头套 又穿旗袍了 对吧 有这可能性 但是至少萎靡是萎靡了吧 那不怪我打你吧 对吧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所以说 我五如果是好人 那就再说 反正十和十一 十一是好人 也没法弄 四如果没吃早 可能就是狼 好吧 那我就过了 我 点四狼 列人藏好 请选择九或十一号玩家发言 十一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等等呢 那我直接发言了 我本来想等他俩那个出于发言 没了 那一号玩家跳了首位 我觉得十号玩家跳挺好 而且六 是个女巫给七站了七 跳完跟十对比 那不管姐妹情义 我也得站十号玩家 那一 现在我也得尊重底牌 我好人 一跳首位了 如果外国有首位 我分辨一和另外一张牌 谁像 那不就能判断十和七 谁是冤家了吗 对吧 这只能说他都跳身份了 那还有一种 就是一号玩家 是个狼人跳的时候 我也嘛 那站了十一狼人 然后七号玩家汉跳嘛 那他肯定得再找一个身份出来 因为第一天是砍到女巫了 对吧 他找一个身份出来 也很正常 所以我偏向十是个冤家吧 那这个是尊重底牌 我是好人 我是觉得十发言是不错的 而且 我紧上没说 十号玩家起来 把那边的人全得罪了 就他 我认为啊 莫愿家的可能性会比摸狼 因为摸狼可能 我认为 就是说别人好人的 会比较多一点这种情况 因为他愿家的 你看他说一茶沙 得罪一 五 这不太能怎么样吧 得罪五 对吧 然后说六号玩家怎么地啊 然后跟七对跳 然后说二号玩家 你这也不行啊 三号玩家 他也投挺铁的 你也别站错边了 那么等于除了四号玩家之外 一二三五 全得罪了 所以那半边 都踩了一遍 所以实惠比较像原家 好吗 别的没来看 因为这轮也没有到 因为大家都投了十号玩家嘛 就听听锦夏的牌 我认为啊 锦夏没听出 我自己好人 十二 特别快就过麦了 后之位 如果一七是狼 那么锦夏应该也要开一个他们的同伴 好吧 看看有没有人对跳首位 过来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你不用管我 我是首位 我肯定站边时的 因为就是我是空手 但你们仔细去听一 在那边编编编编半天 说他自己去守了四 那万一乃穿呢 正规首位 就没有这么操作的 他就是胡编 编出一个天花乱坠 让大家以为他是一张真首位 然后我的身份跳完 我就留下十一 十一是什么 不是一个人类 明明刚才读的哪儿呢 都是大家已经忘记了 十号玩家的发言 到你那儿 重复一下 说十号玩家这个发言 得罪了很多人的 我们一一来看 他都得罪了谁 再找一遍 怕大家不记得 他的发言 有一些攻击性 重新 这得罪了 那也得罪了 我听的是乐不可知 那就没有了 那个什么太多发言了 我肯定是暂时的 因为你们还要去分辨 谁跟谁 是不是那个守卫啊 什么的 会判断 七有没有可能是愿嫁 但我跳起 就跟大家说清楚 十号玩家是愿嫁 过多就没有了 初期 然后 你看着验吧 好吧 二号玩家请看 那个我是站边七的 然后我会出十的 反正 就我们三个好像 都不是很有 在他们心里面 因为六 为什么 我说六没死 我是好人 我也知道他是吃刀女巫 因为我以为他读了四 我想四号玩家 就三盘包接包送 就直接走了 也就算了 但没想到他读的是一 我不认为一是狼啊 所以我认为 反正后面也不重要了 所以我认为十二 也不是守卫 对吧 什么叫 你看着烟 不铁鼻孔他砍你 那你说梦魇是谁 全部倒勾了 只有八十七的同伴 因为六七跳完 八说不知道 反正我是肯定投十的 反正投的掉就投 投不掉我也无所谓 反正这把有人all in吗 苗博老师又是all in的 你也不像狼 说实话 你也不像狼 所以四也不是狼 因为十十二已经是双狼了嘛 八也是狼嘛 所以九就很重要 我也没 首先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 因为他是跳守卫的 就正常玩 你就当第一天平安夜 十二号玩家 这个守卫 你觉得跳得像吗 他是狼 他就出局 再交守卫站边 我别的不多说了 你自己用用力 你出完局肯定是我出局 你他也不可能过来验我 就你出完局 就我出局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因为你看这几张 我们这几张脸 就看上去就不像好人 一 你看女巫独一的信封的理由 可高兴了 女巫就说 就是你弄我 就是你砍的我 你别说你不是 就一定是你 十号玩家警商发言是很爆的 他说 三号玩家 我拿愿家 你永远就没战队过边 五号玩家 你也永远都没战队过边 但是我第一天验了 是几 他说第一天验一 他说 一你是狼 那其他第一第二盘都砍 都砍到女巫了 为什么这盘砍不到呢 对吧 他第一反应就是 这盘不会女巫又死了吧 大家女巫当心点 一号玩家又是狼 他说 你这盘不一定能砍到 所以其实也没那个 现在他吃的警徽 骗一个就可以了 我也不认为他一个都骗不到 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稍微拉下时长 可以吗 就稍微拉下时长 你骗一个就可以了 我投食嘛 别的没有了 先感谢一下海燕和明明这样的投食 然后感谢一下小松家给我们投的西瓜汁和这个叶汁 然后感谢韩黄的果盘 坚果品盘 反正就是一轮投票 投完期也没有下一轮 你不用出去 投完期砍一刀就绑票了 对吧 投了期嘛 还剩9个人 砍一刀们4.5比4 那个持有警徽的 所以就是一轮投票 投完期就就结束就结束 不结束不结束 再听听7嘛 其实也也不会说会破罐子破摔 说一刃了个守卫 那我们就只能跟着10走 也不会 会再听7论发言的 但是就警商的发言 我是会在那边10的 因为10号玩家 他没有必要再把1拉进战场啊 对吧 前之位7已经被6点杀了 那10号玩家在那里起跳 随便外坠发精神扛推 7本身可行度就很低 他为什么要把1号玩家拉进战场呢 这个是10号玩家比较像的地方吧 对吧 嗯 那再听呗 那你觉得10是狼 这个 你刚刚点的狼 10一张 8一张 12一张 那11也没进去 可能你在9那点 啊 我真不知道 因为 当然是个狼们也没有斗志的呀 他这轮怕不 不会又是个站错边的好人 嗯 我也不知道 10号玩家你看得那么满 因为12他拿 其实12也不太像狼 我个人觉得 12拿狼其实发现挺好的 昨天他的冲锋发言 其实真的发的挺好的 他这把跳个手 我也不用力点 对吧 所以我是可能觉得10根像吧 那后面还要找 两只 对吧 除了7万你还要找两张 因为1是一张 你看一看呗 那12你想想是自首还是手识 对吧 那就这样 过了 4号玩家请发言 我有点晕 我听刚才在井上的发言 我是觉得7跟10 10比较真 因为7的那个跳井 唯一难 就是假一点的 是因为6号先跳了 查实了 他虽然6号是假跳的 但是他站起来就跳 我是觉得这样子 我觉得稍微假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 所以我是认为10是真的警察 但10是真的警察 跳1我本来以为是对的 但现在问题是 一排除了2号以外 我们这边所有人 都是觉得10是对的的话 那 那好人 我就觉得那全是好人 除了2号以外 全是好人了 没有坏人了 我呢 这一排 刚才我先解决一下 1号的那个问题 问我为什么会那样 我也没技能 也啥也没有 因为我刚才问法官的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看自己身份牌 我说的是 如果我有身份 你再告诉我 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是这么说了一下 然后我这一局就是一个全程闭眼 闭眼到我刚才睁眼 都觉得光很刺量的那种感觉的人 对 所以我还是先听听后面发言 然后争取做个好人吧 5号 那这好人不是底牌决定的吗 争取什么呀 就是 但是我得说一下 就是10号 我虽然投了你 但是 我 你拿真预言加 我从来没投对过 那我这次投了你 你是不是狼啊 对吧 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说法 对吧 因为我就投了你之后 我说卧槽 我哪有那个水平能投你啊 那我投了你 你得是狼吧 对吧 但是2号把我给拉回来了 我觉得我还是跟你站在一起吧 然后 我觉得没什么 就是 2号 2号脸上写满了 就是那个 就算我不是狼 我是好人 你把我投了 大家不会说你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没问题 其他的我就听 后面7号 10号两个遍吧 然后你说 1号站起来说 我是守卫啊 然后 不像 特别不像 在我心中 就是像诅咒老师 想挨一个咖 站起来说 你5号不是好人 但我是好人 请问 那铁狼 所以我觉得读对了 走一神 那个 一狼 后面慢慢找呗 但是4号 我觉得稍微有点怪啊 第一个是你上警了 第二上警还解释 第三在警下又说 什么闭眼睛啊 什么那些的话 我乱说啊 因为反正 我已经把所有的惩罚都穿完了 大家也可以知道我是什么水平了 也就没必要管我这发言了 行没什么了 我想听外科怎么说 然后我自己会按照自己心理想法 特别要过 这盘其实想 站对边其实不难 因为我们这盘玩的板子 是那个梦魇的板子 首先如果我是一张狼 和那个7号 我17是双狼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第一天砍死一张女巫 对吗 砍死女巫 女巫盲足了一张那个老人盘 那现在场上假如是走了一狼 一女巫 那12号人家是一定不会在这位置跳守卫的 因为他如果跳的守卫 我们场上有梦魇的情况下 晚上我们一定是梦12砍12 就是好人 其实优势没有这么 就是好人的优势没有大到说 真守卫会跳出来 所以12号那个位置一定是个狼 懂我意思吗 因为12号 所以12号玩家汉跳守卫 那1号玩家底牌就一定是真守卫 所以就能很自然的推出来 我是原家 10号玩家是那个汉跳的狼人牌 我觉得就是这么 这么说大家都应该明白 主要就是从12号人家那个位置 为什么他会去跳守卫 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说这么多应该明白 所以今天如果23459 不去投10的话 我们就一定输 因为场上是走了两个好人 其实两张神牌 然后如果因为首先 场上四郎都在10号拿景辉 然后有一个人投错票 那我就一定出局 就绑票了 就直接就绑票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用多说了吧 就从12号玩家这个位置 就他12号玩家如果底牌是守卫 他一定不敢跳 因为这盘我们有梦魇在 就就就 这个板子是梦魇 所以守卫一定不敢跳 所以为什么12号玩家敢跳 原因就是因为他汉跳守卫 他因为真的守卫 真的是被那个女巫堵走 那我就说这么多 所以今天就司警辉 好吧 然后 司令警辉之后 明天我 就如果我们能司警辉 所以他们马上也一定扛我7 剩下的就就按照剩下的出 然后那个猎人就藏好 但我估计也悬了 好吧 我过了 就司警辉 8号玩家发言啊 7号玩家这不是用一个尾罗机去发言吗 你说12如果说底牌是一个守卫一定不跳 1号牌接了查啥 死了 跳了一个守卫真守卫不跳的话 那其他所好人会不会认为一是个真守卫 那会不会把真冤家投死呢 那在这个情况下 守卫为什么不跳呢 再说了 你7是接了一个查啥原地起跳的牌 那不管12是不是这守卫 我觉得场上但凡是跟你玩过的人 那 哪一个守卫也觉得没有必要去藏了吧 那藏着的意义是啥呢 藏给你看吗 那我觉得也藏不住啊 那换成谁 为什么选择不跳 那你用这一个理由来去 打12不就不合道理吗 然后再说一点就很简单的 6给7发啥啥 7原地起跳了 10号牌 如果说是个汉跳狼 7是个冤甲 7就已经在被扛腿的位置上面了 没有必要在外之位拉一个轮次 把1放在抗腿背上 让1优先于7出局 那在这个场上 一个狼队如果说其实好人的话 最大队手不应该是7吗 那已经可以优先高死7 他外之位发谁精髓 不都可以吗 那何必 在1没有发言的情况下 给1发一张茶茶 让1在后之位去反驳 那是在胃部先知吗 那他是知道1 这个能吃毒吗 那么这个不就是太概率学了 不存在啊 而且你们自己想想 已经 但我确实 我肯定一点 一确实牛逼 就能在今天三局 把把手刀中女巫 这件事 我觉得也是值得 肯定的一件事 确实是屌 但是你就不用再变了 我觉得7是个狼 我这么说 我可能不太那个什么 但是2的发言 我听了一半 但我听3的发言 是那个意思 2是打了我8 是张狼人牌 并且去任7跟7绑定了 那因为我在之前 在心里面没有概念 没有你 但是你现在 听别人付出 出了你的发言 我觉得你2是个狼 那1是个狼 7是个狼 赫瑞久不判定 我觉得 345 再听吧 11的发言 我因为上厕所 没听见 但今天无论如何 咱们现在这个女巫死了 已经是一个烈士局 甭管这个1怎么走 1是个狼 走的 现在是三狼 但是我们三神 缺了一瓶解药 已经是很烈士了 今天就别分票 投旗就完事了 9号 请发言 昨天游戏结束的时候 好汉跟我说 他说 只要上井的前三个 如果要是都划水 必有狼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一条应该 是我一个狼人杀 初学者认为的真理 所以 当10号给1号查杀的时候 在我这力度就挺大的 而且6号说 7号查杀的时候 7号是远地起跳 对吧 所以 那那就 投旗 好 10号 因为我确实是验了 1号诅咒老师是狼人 我不可能抱他是个精髓 然后 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一有可能是一张梦言走的 因为 歪哥起跳 歪哥不是梦言 歪哥给二发精髓 不可能把梦言拉到 而且王宝宝自己那种发言 我觉得 他不配 然后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1号是那张梦言 这一把 我唯一 只要保证 3号牛肉干 100% 不是那张小倒沟 我觉得这把就游得阴了 只要3号不是小倒沟就行了 但是4号和5号都不是很占编 如果4号是好人 我跟你的对话是 因为这个板子有梦言 梦言一般都会选择倒沟 所以说可能看起来 占我真原家编的人 对 因为6号是名女巫嘛 那 其实你有可能有一个假的一个证 但6一定是名女巫 所以说 要参考6号玩家意见 然后如果5号玩家是好人 对话5号玩家的 就是廖博老师 加油 好吧 我今天 因为我锦上其实不记得小黑发言 我本来锦会留 锦下这一轮有可能会留12 但是他跳守卫了 我就把他算了 11号直接站我边就算了 然后89也没有 3号 这样吧 就算3号是最后那张倒沟小狼 我让他发挥 好吧 我锦会留 留这样4号 好吧 就算3号是最后一个狼 我就让他发挥一下吧 好吧 我锦会留4 我归票这样7号排过了 所有玩家开演结束 警长归票7号 请在倒数后闭眼投票 3 2 1 请投票 2号 7号 9号 投票给10号 其余所有玩家投票给7号 7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老人胜利 老师80 11 12 第一刀到我还挺怕 游戏结束了 他平民 不是 我这个叫 老人家 他给 梦子呢 8号 10号 12号 梦魇是 11号 约炎家是7号 女巫是6号 猎人是2号 首位是1号 平民是1号 3号 对不起 首位是1号 平民是3号 4号 5号和9号 平民是3号 4号 5号和9号 第一天晚上 梦魇空梦 首位守护 4号 玩家 狼人 落刀 6号 女巫牌 女巫 开足 1号 首位牌 游戏 家验证2号 为金水牌 就是这三 今天的三局 第一天 狼人都是 刀到了 女巫牌 而且我们的 三位女演员 也都在 第一天夜里 离奇死亡 所以在 第一天白天呢 场上就是 女巫和 首位 都是双双离开 然后 狼人 狼人10号 玩家 拿到了警徽 将7号 真原家 公投出局 三张神牌 离开场上 场上只有 最后一张猎人牌 然后 九张 九张牌 四张狼人牌 所以游戏是 直接结束 狼人胜利 那我们今天的 三局游戏 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还要 切解说题吗 还是直接过来 我们还要 切解说吗 那就叫 大家都回来吧 那然后呢 我们今天 最后一局 会有一个 所有嘉宾 对我们今天的 赛后总结 是两天的 赛后总结 我们今天也是 常规赛的 倒数第二局 所以让我们的 嘉宾都跟大家 统结一下 我们有三刀 我们四个人 在场上 我们有三刀 我们买个石头出去 三刀 还有三刀 砍他一刀 自爆再砍一刀 砍不到就输了 没有啊 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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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郎 四郎在场 三刀 守卫又没有 二 二 二 我就知道你 肯定是七刀 女人 我也认为你把 四个人 两个人读了 一定 我要哭 感觉一心里面 选择 差不多 明昂 明昂 独一独七 我们这把 都添 添 对 对 他肯定要跳 守卫 自爆 就恐怕 感到就好 我都觉得 你个七 对 我们几张脸 的确是 他应该聊 说话 我也挺 好